大家好 这里是小一种口语网 小一种口语网的网址是 tukkk.com 这里是小一种口语网的 葡萄牙语部分 目前 在小一种口语网里的葡萄牙语 有两万一千句 有声句子 有声句子的意思是 葡萄牙语 加汉语翻译前面有个声音按钮 每句都有声音按钮 就是说 这里有两万一千个声音按钮 您反复按声音按钮 反复跟他模仿 直到将句子背起来 达到学习目的 葡萄牙语是拉丁语系 和意大利语 西班牙语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字母发音 这个字母怎么写 就怎么念 与英语不一样 英语是来自世界各地 组合的 各种语言组合的语言 所以说每个单词 在不同地方念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学英语的时候 遇到一个声词 一定要查这点 否则就会读错 但是在葡萄牙语 您不会读错 他怎么写就怎么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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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 我没 学习葡萄牙语有许多方式 您可以到外语学院去学习 您可以参加葡萄牙语学习班 您可以找一个葡萄牙人 或者巴西人做您的私营外教 来教您一句一句说葡萄牙语 但是如果你这些都做不到 你又没有时间去学习 又没有时间去参学班 又不能请得起外教 怎么办 最好的方式还是到小一种口语网 来学习葡萄牙语 学葡萄牙语 在小一种口语网里很简单 你只要将这个句子背下来 反复模仿它的语言语调 模仿语言语调的意思是说 不仅能说出来 而且说出来的话像葡萄牙语说的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你日后再遇到葡萄牙人 或者到巴西去出差旅游 公干的时候 您的葡萄牙语就可以用上了 您见到葡萄牙人 您或者到巴西 见到巴西人 您能说出葡萄牙语 会对您的生活工作 产生许多的便利 为什么我们这里不学语法呢 因为它是拉丁语系 它的语法和汉语不一样 它的语法比英语还要难 所以说你要学习这个便位 是很困难的 而且它还有阴性阳性之分 问题是你没有时间去系统学习 所以说您就用不到学这个语法 您只要将句子背下来 反复的练习 只要在生活工作当中 绘画当中能用上就可以了 我们一定要反复的模仿其语言语调 这样你的语言说出来 会像是葡萄牙人说的 而不是像中文说的 因为我们说汉语几十年了 十几年 这样我们会有汉语的语调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模仿人家怎么念 现在出国移民的人很多 许多人到了国外以后发现 学葡萄牙语并不像在国内学葡萄牙语这么容易 因为在国外你参加语言学习的话 那里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 老师教的时候是用英语去教 所以说我们很难对接 我们甚至不知道他说的英文是什么意思 我们怎么能学会葡萄牙语呢 另外在葡萄牙 即使你找了一个葡萄牙人 专门教你葡萄牙语的话 那么你们之间是用什么语言去学呢 交流呢 是用英文吗 即使你英文很好的话 你学习葡萄牙语不也是这一句一句学吗 是不是 你如果要是这么学 你还不如在出国之前学会一些 然后在那里更好的交流呢 他也要这么说 再见怎么说呢 How to say goodbye 然后你问他 How to say goodbye in your language 他会说 Adiós 你会说Adiós 他会教你 不对 No Adiós 我们这些葡萄牙语也是葡萄牙语 直接念下来的 是葡萄牙语念的 所以说也是很正宗的 这和外交交流有什么区别呢 Burno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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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到了国外以后 最后发现 不会葡萄牙语 生活困难重重 所以他们还在网上找到了小一种回网 那么又到小一种我们继续学习 他们觉得对他们的帮助是很大的 他们 他们说 在出国之前 我们早就应该在国内把葡萄牙语学好了 这样我们在这里就不会遇到更多的困难了 如果你要是 要到巴西去做生意 您是 我觉得您事先应该在国内 学一些日常用语 这样很好 很 会很好地打开你们之间的关系 生意会进行的非常顺利 如果你要到巴西的外企 或者葡萄牙的外企的话 这样你会和您的上司 融洽 之间关系 您会用葡萄牙语 与他打招呼 他会非常的高兴 如果您要是参加高考 想学小一种 想学葡萄牙语的话 那我建议您 前到小一种回网 来聊一下 葡萄牙语是什么样的 能不能学会 将来我学葡萄牙语的时候 会遇到什么困难 高考是营生转得点 所以您在学习 在小一种口语网 学习葡萄牙语 一段时间以后 你就会做出最后的决定 是否要选择这个专业 这对您一生都是有帮助的 谢谢